记者王帅燕家市报道,嘉义市政府在民族路自西门接到西戎阶段,施作民生北路民族路雨水下水的工程,原定去年底完工的工期延误延长到本月底。 民族路两侧早餐店,印章店业者跟市议员王美惠陈行说,政府施作公共工程愿意配合,但工程一言再言,导致客人不上门,早餐店一天可少赚一千元,希望工程能尽快完工。 市公务处长李建新回应,雨水下水道是为了解决西戎阶长年淹水问题,去年5月下旬动工到12月,有90天独在等电信业者,台电等管线单位牵线,以往做法师会提早通知台电等管线单位,请他们提出牵线计划,再让工程承包商配合在牵线后施工,但管线单位常更改原定的期程, 将以定管线单位配合公共工程施工作业要点,一延期施工一天成本开发改善。 民族形容路口的早餐店业者说,因为修路店门口无法停车,生意至少掉一半,每天少赚一千元。 租赁学产地位店面的印章店业者说,没生意足金还是照脚,只要每天少两三个客人,影响就很大,虽因此营业税可以退一百多元, 但太没诚意,希望市府尽快完工。 两面店潘敬老板说,愿意配合政府施作公共工程,也希望市府体恤百姓做生意,请包商加派人手尽早完工。 王美会建议,民族路市主要干道,车流大,市府应透过分段施作或请包商加派人手加快工程速度。